8月26日消息,8月25日晚,孙颖莎接受了央视面对面节目的专访,被记者问到王楚清看自己脸色时,孙颖莎给出了让人忍俊不禁的回答。 在巴黎奥运会上,孙颖莎和王楚清的混双组合一路过关斩将,夺得了国平历史上的第一枚混双金牌。 在央视面对面节目中,主持人董倩问孙颖莎,你俩在取得混双比赛的胜利之后,如何夸奖对方的? 孙颖莎表示,我觉得你只要赢完了,赢到金牌了,我觉得你夸不夸奖都一样,没那么重要了,不夸呢? 在心里,在彼此心里已经很棒了,主持人董倩问孙颖莎,看到网上有些视频,你俩王楚清在一起特好玩,给人感觉他老看你脸色。 孙颖莎表示,没有,可能从小一起配合,其实关系私下来说已经很熟了,而且都很了解彼此了,可能他老在训练中失误两个,或者他有时候,他男孩吗? 他可能有时候打两个没打好的时候,我有时候就看他一眼。主持人问,你看他一眼是什么意思? 孙颖莎表示,我的意思是好好打。董倩又问,他看得懂吗?孙颖莎笑了,他懂,他现在很懂了。主持人哈哈大笑。 对此,网友们纷纷表示,因为对对方期望高,所以希望对方好好打。 一起走过八年的战友,大家不要过分解读两小只快乐掌球。 因为对对方期望高,所以希望对方好好打成上路上最好的搭档一派一。 他一起打出了一步一步一起鼓励走到顶峰的顶峰。 大满罐两罐两银和进度零差距很大,有些人情人清楚现实,别什么顶峰想见,别对莎莎成绩变形否认。 是最好的朋友和搭档,是最默契的混双组合,是为中国拼出乒乓球混双奥运手金的沙头组合,是中国乒乓球史上第一对混双大满贯得主。 共同掌球,顶峰相见,可能因为大头容易上头,有时候上头了的人没反应过来那时候自己是需要冷静一下的,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搭档眼神提醒,不然一路冲下去会影响成败啊。 中国体育总结大会正式到来,在本次奥运会表现出色的选手们都得到了参与这次大会的机会,不仅仅有冠军,还有其他项目的选手,可能他们没夺冠,但是他们仍然值得我们尊重。 而这次在参加完总结大会之后,孙颖莎是受到激励最多的一个,她的心中又重新燃起了拿到大满贯的信心,还有为国争光的信心,之前她有些遗憾的感觉,进入低谷期的感觉也不复存在了。 莎莎随后在接受采访时给出了一个非常振奋霸气的发言。 这一次参加总结会,孙颖莎简直就是人形打卡机,大家都争着找她合影,不光是因为她是一个奥运冠军,而且孙颖莎名气确实很大,在国内国外都非常受人喜欢,因此人们才会愿意找莎莎进行合影,都找她过来打卡。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,孙颖莎完成了这几次合影之后,再次新潮澎湃,并且表示作为中国乒乓球队的一员,她深切地感受到了要永远战斗到最后一个球,这有多么的重要。 同时表示现在经过这次总结大会,重新点燃起了她捍卫国平荣耀的战斗的激情。 不仅如此,莎莎直言,我终于感觉到了这次个人的第二次奥运之旅,收获远比失去的要更多,现在巴黎奥运会不是终点,将会成为她新的起点。 梦想不灭,追梦不止,悦爱依旧,她希望四年之后可以在洛杉矶奥运会,继续为中国国平争光。 最后孙颖莎也会承诺一如既往的为祖国荣誉,为国平的荣耀要拼搏到最后一刻,孙颖莎的信心回来了,新的周期对她来说已经开始了。 之前陈梦和王曼玉都说过说未来还不知道怎么样,尤其是陈梦,她不保证自己能坚持到洛杉矶。 可是看孙颖莎现在的说法,战斗荣耀不会消失,她的激情回来了,而且再也不会陷入女单决赛输给陈梦,只拿银牌的低谷了,反而重新找回了她的信心。 这太重要了,对于她这种水平的运动员来说,能力不用担心,只要信心回来了,那么她就是最强的。 她终于说出了刘国梁在奥运会结束之后等了整整一周的话,莎莎已经宣布了洛杉矶将会王者归来,做出了这样的承诺,只要她愿意。 孙颖莎可以说已经提前锁定了一个洛杉矶奥运会的单打资格,只要她有信心,陈梦离开之后,就没有能够阻止孙颖莎达成大满贯的对手了。 陈梦拿了冠军,还落后孙颖莎2000分以上,王曼玉更低,国平四朵金花加起来难比莎莎断层第一。 就在今日,国际平连正式带来了最新奇的世界排名,而孙颖莎再次以9000分的宁天得分稳居第一,同时排在第二的陈梦是6940分,王曼玉排名第三,更是不足6500分。 这意味着什么?不仅仅是意味着孙颖莎超越了所有的竞争对手,是现在的硬实力最强。 更主要的是这意味着接下来就算是陈梦拿了大满贯,她的世界排名都超不过孙颖莎。 我们说陈梦现在已经有奥运冠军和世界杯冠军,而且有不止一个两大赛冠军,所以就差一个是拼赛冠军了,而孙颖莎现在却还是9000分的世界第一。 这意味着什么呢?接下来的试拼赛,就算是陈梦真的夺得了试拼赛冠军,她最多也只能拿到2000分的积分。 就算是孙颖莎在这次比赛里一轮游了,当然这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。 现在世界上也没有人可以打的孙颖莎一轮游提前回家,她是拼赛也会拿分的。 但是哪怕是极端情况,莎莎真的一分拿不了,她的世界排名也不会受到任何威胁。 陈梦拿了2000分,她还比孙颖莎少60分,还当不了世界第一呢? 这就是孙颖莎自己的实力,不得不说奥运会那场女单决赛,莎莎输得真的很可惜。 硬实力明明是她更强,但是在心态上可能吃了比较大的亏。 陈梦毕竟是拿过一次奥运冠军的,所以心态非常放松。 那场决赛的有很多人也是给孙颖莎加油,陈梦自己背水一战倒是完全放开了。 没有任何压力,孙颖莎则是想着拿到奥运冠军就大满贯了,背负的东西还是太多了。 这导致奥运会出现了让人最意外的结果,否则的话可能现在莎莎已经完成大满贯了。 金色的光环照耀梦想起航的地方,聚光灯下,汗水折射出耀眼的光芒。 年轻的脸庞上,是拼搏后的喜悦和自豪,当胜利的欢呼声响车赛场。 孙颖莎,这位来自河北的乒乓球少女,又一次站上了世界之巅。 金色的奖牌,不仅是她运动生涯的荣耀象征,更是点亮无数人心中梦想的火炬。 孙颖莎的故事,是从河北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开始的。 邵氏的她,对乒乓球展现出极大的热情,小小的球拍,在她手中仿佛拥有了魔力。 每一次挥拍,都充满了力量和灵性,天赋的种子,需要辛勤的汗水浇灌,才能最终开出绚丽的花朵。 为了追逐心中的梦想,孙颖莎走上了一条充满挑战的道路,日复一日的训练,晦翰如雨的付出。 她从不严苦,始终保持着对胜利的渴望,对梦想的执着。 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,孙颖莎经历了无数次的考验,也战胜了无数个强大的对手。 她曾在比赛中遭遇挫折,也曾在关键时刻顶住压力,但她始终没有放弃,而是将每一次的挑战都视为成长的契机,不断磨练自己的技术和意志。 终于,汗水浇灌出了胜利的果实,孙颖莎的名字,开始闪耀在世界拼弹。 2017年,年仅17岁的孙颖莎在日本公开赛上,战胜了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,一战成名,向世界宣告了她的实力。 那一年,她成为了中国乒乓球队最年轻的世界冠军,也开启了属于自己的时代,每一次的胜利,都离不开背后默默付出的教练团队和家人的支持。 但是,孙颖莎的教练,是曾经培养出多位世界冠军的金牌教练。 她对孙颖莎的天赋和努力都看在眼里,并为她量身定制了训练计划,帮助她不断突破自我,提升竞技水平。 除了专业的指导,家人的陪伴和鼓励,也是孙颖莎前进路上的动力源泉。 每当训练结束后,孙颖莎都会和家人视频通话,分享训练中的点滴,家人的鼓励和支持,让她在疲惫的时候能够重新振作精神,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训练中。 成为世界冠军,这不仅仅是孙颖莎个人的梦想,也承载着家乡人民的期待。 当孙颖莎站上领奖台的那一刻,整个和北斗为之沸腾,人们走上街头,敲锣打鼓,用最淳朴的方式庆祝着这位家乡英雄的胜利。 孙颖莎的成功,不仅为家乡人民带来了荣耀,也激励着更多年轻人勇敢追梦。 在孙颖莎的家乡,越来越多的孩子爱上了乒乓球这项运动,他们走进训练馆,挥洒汗水,希望能够像孙颖莎一样,为国争光,为家乡天才。 孙颖莎的成功,不仅仅是在赛场上赢得金牌,更在于她展现出的拼搏精神和爱国情怀。 她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为国争光的含义,也成为了新时代中国青年的优秀代表。 除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,孙颖莎也积极承担社会责任,用自己的影响力回馈社会。 她参与公益活动,探望静老院的老人,为山区的孩子们送去学习用品,用实际行动传递着温暖和正能量。 孙颖莎的身上,有着新时代青年人积极向上,勇于担当的精神风貌。 她是无数人心中的偶像,也是中国体育的骄傲。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,孙颖莎会继续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,为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贡献更多力量。 孙颖莎的故事还在继续,她的未来充满着无限可能,让我们一起期待。 这位来自河北的乒乓球少女,能够在世界舞台上继续闪耀创造更多辉煌。 魔幻,从巴黎凯旋归来后,这位大魔王就陷入了连轴传的忙碌中,表彰大会,家乡活动,全国巡回,沙沙的日程安排满到让人咋舌。 甚至有粉丝调侃道,这哪是休假,简直比打比赛还累。 究竟是什么让这位平坛心心如此奔波,让我们一起走进孙颖莎的精彩世界,一探究竟。 回国后的这十多天,孙颖莎的行程可谓是精彩分成。 20号,她先是在北京参加了隆重的表彰大会,为国争光的喜悦还未散去,21号就连夜赶往河北镇定。 22号上午,莎莎又马不停蹄地出席了河北的会议,并在家乡人民的欢呼声中,接过了河北文旅代言人的新身份。 对于这个新头衔,网友们纷纷表示,太棒了,周末就去河北旅游,有人还打去到,这么近那么美,周末到河北。 这句话让人不禁想启动与挥走红石的场景,看来莎莎的魅力不亚于当红主播啊。 家乡的活动刚一结束,莎莎就匆匆赶往甘肃,命运似乎跟她开了个小玩笑,她误了飞机,于是,我们的大魔王只能一个人坐上了开往青阳的高铁。 这一幕让人不禁感叹,即便是奥运冠军,也难逃生活的小调皮啊。 高铁上的莎莎,戴着帽子和口罩,低调而又小心翼翼。 这一刻,她不再是万众瞩目的体育明星,而只是一个普通的旅员。 有细心的粉丝发现,莎莎手里还拿着没吃完的阳光玫瑰,大家猜测这可能是妈妈为她准备的小零食。 这个细节让人倍感温馨,原来冠军也有着如此平凡而温暖的一面。 莎莎的这条短裤很是抢眼,搭配上那双小粉鞋,显得即时上又舒适。 看来这几天,这双鞋子成了她的心头好。 不过,比起外表,更让人惊叹的是莎莎的坚韧和敬业。 从河北到甘肃,她可能连家都没来得及回,就马不停蹄地奔波在路上。 这种拼搏精神,不正是她能成为奥运冠军的原因之一吗? 说起奥运会,莎莎这次可是满载而归啊,两金一银的成绩,让她成为了家乡人民的骄傲。 当她坐在那里,展示着自己的奖牌时,那股自信和气场简直不可阻挡。 龙队曾说莎莎平时是乖萌萌,可此刻的她,却散发着强大的魅力。 这种反差萌,恐怕才是她吸引人的秘诀吧。 即便在繁忙的行程中,莎莎也没有忘记与粉丝互动。 她更新了微博头像和背景,选择了一张自己坐在乒乓球拍上的照片作为新头像。 这张照片出自冠军驾到节目,看来是莎莎自己很喜欢的一张。 而背景图则是巴黎奥运会闭幕式的合照。 虽然有点模糊,但依然能感受到莎莎对这段经历的真实。 有意思的是,眼间的粉丝马上找出了高清图,还贴心地建议莎莎使用。 这种互动,让人感受到了运动员和粉丝之间的温暖纽带。 莎莎在照片中做出的笔心手势,更是萌化了无数粉丝的心。 而在沁阳,国平的其他成员也同样受到了热烈欢迎。 马龙大头在东湖公园的互动活动中打得开心极了,这大概就是他们口中的快乐乒乓吧。 王楚清Coco的到来更是引起了不小的动,甚至有粉丝爬到树上只为一朵偶像风采。 这种狂热,让人不禁感叹国平的超高人气。 说起Coco,他的行程也颇为有趣。 原本以为他要去参加别的活动,没想到最后在甘肃现身。 看来是其他人先走了,他在机场等沙沙,结果沙沙没赶上,他才急匆匆地登机。 这个细节让人感受到了队友之间的关心,也让人想起了那句老话,自己的孩子还得自己疼。 国平队员们的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,今天晚上20点10分就要从青阳离开,不计等他们回到住处,又该是半夜了吧。 这种高强度的工作节奏,让人不禁为他们的付出感到敬佩。 回顾沙沙这段时间的经历,不难发现他正在经历着巨大的转变。 从单纯的运动员,到如今的河北文旅代言人,他的影响力正在不断扩大。 这不仅是对他个人能力的认可,更是对他所代表的精神价值的肯定。 沙沙的成功,激励着无数年轻人。 他用实际行动证明,只要努力奋斗,梦想就一定能实现。 同时,他也像是人展示了中国年轻一代的风采,自信,阳光,努力,进取。 成功的背后往往伴随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。 高度曝光带来的是公众的持续关注,每一个细节都可能被放大审视。 这就要求沙沙在保持自我的同时,也要学会适应公众人物的身份。 值得欣慰的是,沙沙似乎很好地平衡了这两者。 在公开场合,他展现出了冠军应有的自信和魅力,而在私下里,他依然保持着那份质朴和亲和。 这种平衡,恰恰体现了他的成熟和智慧。 沙沙的故事,也让我们看到了当代年轻人的缩影。 他们朝气蓬勃,充满干劲,既有追求梦想的勇气,也有脚踏实地的韧性。 他们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,也在为国家和社会做出贡献。 这种精神,无疑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。 同时,沙沙的经历也引发了人们对运动员职业发展的思考。 如何在保持竞技状态的同时,为未来铺路,如何利用自身影响力,实现更大的社会价值。 这些问题,都值得我们深入探讨。 而对于普通人来说,沙沙的故事无疑是一记强心计。 她告诉我们,无论面对怎样的困难和挑战,只要保持乐观向上的心态,坚持不细地努力,就一定能够创造奇迹。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,像沙沙这样的正能量偶像尤为珍贵。 她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奋斗,什么是坚持,什么是责任。 这种精神,正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习的。 让我们期待沙沙在未来的赛场上继续创造辉煌,也希望她在运动之外的领域同样能够绽放光彩。 无论是作为运动员,还是作为公众人物,相信沙沙都会以她特有的方式,继续影响和激励着我们。 奥运冠军孙颖沙的故事,远不止于赛场上的荣耀。 她的坚韧,努力和正能量,正在前一幕化地影响着无数人。 这或许就是体育的魅力,它不仅仅是一场比赛,更是一种精神的传递。 让我们共同期待,在沙沙的带领下,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勇敢追梦,为祖国的未来贡献自己的力量。 繁忙赛城VS商业活动,运动员的时间如何分配。 从巴黎回来后,沙沙就开始了魔鬼般的形成,各种活动接踵而至,甚至比赛期间还要累。 这不禁让人想问,运动员的时间究竟该如何分配? 一边是紧张的训练和比赛,一边是各种商业活动和公众曝光,如何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? 恐怕是每个顶级运动员都要面对的难题。 沙沙,你还好吗? 需要我们crowdfunding给你买个时间管理APP不? 粉丝经济新玩法,运动员如何维持健康的粉丝关系。 沙沙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粉丝的心,从微波换头像,到深夜抵达庆阳,再到新身份的解锁。 每一个细节都引发了粉丝的热议。 这不禁让人思考,在这个粉丝经济盛行的时代,运动员该如何与粉丝互动? 有人说,保持距离才是王道,但也有人认为,适度的互动能增加粉丝粘性。 沙沙的做法似乎借于两者之间,既保持了神秘感,又不时给粉丝一些小惊喜。 这不操作,666。 最后,我们不禁要问,沙沙这一系列的动作,是可以为之,还是自然而然? 无论如何,她的每一个举动都在向我们展示。 运动员不仅仅是赛场上的明星,更是全方位发展的新时代偶像。 我们就在放松下的明星,更是全方位发展的明星,更是全方位发展的明星。 感谢观看